二三次艘船同時出動往北衝 佛州海岸警衛隊大動作 讓人嚇了一跳 還以為發生了什麼狀況 八個單位同時出動 海空地毯式搜尋失蹤的查爾斯的下落 查爾斯全身被曬紅 兩手也因為海水泡到發白 還能向大家用大拇指比讚 但其實他已經在海上漂流了35個小時 半截船身已經泡在海水裡 看起來隨時可能沉沒 25歲的查爾斯上週五一早出海釣魚 卻因為漲潮被帶離海岸 中途又被海浪打翻船 手機無線電連救生衣全都落入海中 讓他求救無門 但這不是最慘的 漂流期間還被水母遮傷 一度遭到鯊魚攻擊 查爾斯雖然有嚴重脫水 曬傷以及橫紋肌溶解症 需要時間復原 但能從葬山大海的悲劇 變成生還奇跡 就算是最大的幸運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 APP 我們下載TVBS索肌溶解症